如果历史是一只棚 他多次拍影片 大言不禅说字迹 多厉害 结果跟人家约战 30秒内被人家连续击倒3次 看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令人不由怀疑 他的武术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否真的具有实战能力 事实上 民间经常有表演一些什么 空手鹿白刃 四两拨千斤 隔山打牛 胸口碎大石等等的 那后来精人踢爆 都知道有一些取巧或造假的成分 而这些现象的存在 也不由得令人反思 明初这些武术高手 是否真的身怀绝技 像是我们之前所讲过的霍元甲 黄飞红 都有人质疑过 不过令我最觉得可疑的 还是明初号称武圣的孙露堂 那讲起孙露堂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的生平 网路上的资料说 他天资聪明 勤奋好学 九岁上父 家中一瓶如洗 不过他喜欢武术 曾经拜一位全师来学习少林武术 后来因此习得一生好武艺 后来先后拜师学得行义拳八卦掌 尽得真传之后 撞游十一审 听说他此时上门比武 从来没有输过 后来他回到家乡 创办浦阳拳设 开始广收门徒 随后在北京遇到太极名家 郝维珍 后来居然把三家武术 融会贯通 创立了孙氏太极拳 而他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战绩 是年近半百 还打败了俄国著名格斗家 彼得洛夫 年遇花甲之时 又打败日本天皇亲命的大武士 板元一雄 甚至在七十岁古兮之年时 还一举击败日本五名武术高手 因此他才会被尊称为武圣 这样子讲起来 各位对他的武术可能有点模糊 那网路上举了一些例子 我来说给大家听听 应该就会比较具体了 那据说 孙露堂动作非常灵敏 勤功非常好 当他跟随郭云生学武时 郭云生骑马奔驰 孙露堂则提气腾空 手抓马尾 就这样子可以日行百里 像蜻蜓点水一般附在马背上 郭云生一路上竟然浑然不觉 各位听到这个例子 你有没有觉得太神 只靠手抓马尾就能日行百里 还能让骑马的人毫无感觉 这孙露堂是指骗人来着吗 另一个例子更夸张 说是一位武术摔角名家 平静一 曾提议要以孙露堂比试摔角 结果两个人一接手 平静一就把孙露堂背起来了 可是接下来 平静一无论使出什么招式 都无法把孙露堂摔下来 孙露堂始终安卧在平静一背上 你听听 这不只是指骗人了吧 还变成橡皮人来着 是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而他对战日本武士时 更不得了了 当时日本柔术家 板元一雄跟孙露堂比武 板元以双腿夹住孙露堂双腿 双手抱住孙露堂左臂 说 我只需双手一戳 你的着臂就会断掉 孙露堂笑着回答说 我的意念能制止你 哇靠 他是有超能力是吧 据说 板元一雄还没反应过来 是怎么一回事 他才一用力 自己反而遭到重大反击 滚到两丈远的墙角 后来板元恼羞成怒 从身上掏出手枪 瞄准孙露堂就是一枪 哪知道枪声才刚结束 孙露堂笑声就在身后发出 观众看的是哄堂大笑 各位 当我看到这里之时 我觉得 如果孙露堂真的能够做到如此神速 那确实没有人能够打败他 因为连开枪都比不上他躲开的速度 谁能打得到他 不过也因为这些描述太过天方夜谭了 虽有人质疑起孙露堂的事迹 在抽吃剥茧之后 语出惊人的说 这是明初天大的骗局 各位 听到这里 你一定很好奇 这个人是究竟找到什么证据 来证明孙露堂的武术 全都是骗局呢 别忙 请听我足以为为道来 我们先从他打赢外国人的几场对战来看起 首先来看有天皇背书的版元一雄 网路上我查了一下 竟然查不到这个人的资料 那就更不要讲说他的派别经历于打过的比赛 那有天皇背书的版元一雄尚且如此 那就更别说没名字的日本武名武术高手了 再来我们看看俄国格斗家彼得洛夫 也同样没有任何资料留下来 所以这几场战役本身就不可信 如果不是来到中国的外国人胡吹大气 就是孙露堂的徒子徒村在写作时 不知道哪里听来的道听途说 于是我们回到孙露堂习武的经历来看 他十二三岁时跟着全师学习少林武术 对不对 但这个全师没有留下名字 可见得他的武艺平平并没有特殊之处 所以后来孙露堂也没把这时所学的少林武术 当一回事来大大宣传 到后来真正拜到明家门下 则是在他婚后三年 拜了行义拳高手李奎元为师 可是你知道这个时候的他几岁吗 已经三十了 行义拳学不过三年 他又跑去跟八卦掌高手陈廷华学拳 我们知道 练武都是要从小扎下基础 三十岁才开始学那一家拳 就算骨骼清奇 是练武的武学奇才 也很难在这个岁数脱胎换骨 更何况 行义拳光是练装就要三年 而孙露堂才学三年 就跑去学八卦掌 你说真的能够好好消化吗 后来陈廷华死于八国联军的枪下 照算下来 孙露堂跟着陈廷华是学了五六年 那至少在八卦掌的领会 要比行义拳好 对吧 然而在他55岁那年 跟着太极明家 郝维珍学了几个月 居然说自称农会三门拳法 还以学拳经历最短的太极 来开宗立派 成立孙氏太极拳 各位你听听 这不觉得很扯吗 在他自创孙氏太极拳之前 没收过任何一个徒弟 而同时代的武术名家 也没人提过孙露堂 这样的孙露堂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名家 我想各位应该有个底了 所以总结上面的解析来看 各位是不是也开始怀疑 这孙露堂 似乎就像一百多年前的马宝国 没有真才实学 对不对 于是 我们在破解孙露堂比武经历 跟武学来历之后 我们就要问了 孙露堂是如何被人尊称为武圣的 不得不说 孙露堂虽然不是一个武术高手 但他却是一个行销高手 他非常懂得行销自己 那他是如何行销呢 他找到一个最快的捷径 那就是写书 从55岁这年开始 他四年内写了三本书 还分别是重量级全法 分别是行义全学 八卦全学 太极全学 各位你听听 在那个没有电视 还只有报纸的年代 你可以想见得到 能够写出这些书 对人们来说 是多么的具有可信度 那但是也不是没有人质疑 像是武学笔祖 平江不孝生 在民国初年时 就曾经写文章这么说 近年著了八卦全学 行义全学 太极全学三部书 凡是研究这三种全数的人 没有不拿他这三种书 来当参考资料的 他的名声 原只有全数界中人知道 自这三种书应行 声名就渐渐洋溢了 好各位 你们一听就知道 平江不孝生 对孙禄堂的名气 是不以为难的 摆明是说 孙禄堂是由于出了这几本书 才会声名远播 而且大家也不是真的看到 他武术有多厉害 是看到他在书中说 自己很厉害 所以后来也有不少名家 看不下去决心与他对战 跟他讨教讨教 包括中央国术馆少林门长 王子平 还有河北八卦名家 孙锡昆等 但孙禄堂不是借口不战 就是跑掉 以至于堂堂一个武胜 在开宗立派之后 居然没有打赢任何一个武术名家 各位 你不觉得太扯了吗 所以我会把武圣孙禄堂称为天大的骗局 不是没有原因的 好啦 不过各位也不用那么悲观 认为说 哎呀 中国武术都是假的 其实假的只是孤明钓鱼的人 那其实一套武术能够流传千年 还是有他千锤百炼的地方 不过有人就有江湖 有江湖就有是非 所以也难免有人趁这个是非 来孤明钓鱼 你们说对不对 因此武林是非系列 就到此告一段落 下一回会展开什么系列呢 就请各位拭目以待咯 谢谢收听 请继续关注好好听FM 并分享给您的好朋友 请继续关注